这个题目呢我们要检验这个无穷极数呢 它是收敛的还是发散的 好首先我们知道当我们的n是极数的时候 那这一项呢它就是个负的 当n是偶数的时候它就是正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是个交错极数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利用交错极数的检验法去检验 那首先呢我们现在令an叫做n分之一 那n分之一呢会大于等于n加1分之一 因为分母的值越大 那整项的值就越小 那n加1分之一呢它就是我们的a的n加1 好那我们知道它大于0 好接下来我们再对an去取极限 好那就是n分之一呢取极限当n去无限大的时候 它的值是0 好根据这两个条件呢 就是利用交错极数法的检验法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无穷极数呢它是收敛的